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消失了 我就再也不会存在存在在你们的那里 我对你们太了解了 你在弥留之际看到的人是活的还是不是活的 是活着的人吗都是 当然呀 那只是我在想而已 就好多片段会一直飘过去飘过去那样子 我对我们的认识太肤浅了光明 我们对你这么情深义重的 没错 我跟你说真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们还真是就是说对以后就那么回事 也就这样 我们也不能好好活下去 那是这个意思 两位流下鳄鱼的眼泪 不是 少了你 我们的世界就有所缺少 对吗 这个是有个著名的诗人写过一个诗 就是说我们什么是你 你知道吗 你所谓的你 难能找到一个我 你只不过是很多东西的加起来 比如说广美也是我身体里的一部分 当然可能是比较好看的那一部分 所以如果广美真的不幸了 我也像是身体少了一个东西 少了一个器官 不是 我还是我比较相信 这个世界上不管少了你还是少了我 地球还是继续转动的 那当然不会的 所以我就要努力的活回来 无论就是无论谁的离去都是我的短少 好像有那么一首外国著名的英文诗 就是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世界的失去吗 对对对 真是 真是 你知道平行宇宙这事 咱不聊这个 先回到你的故事 这是送到LA去急救 是在LA 在北京还送LA急救的 我觉得我说成LV急救 送到LV急救 有过这个经验 我觉得你正好可以谈谈 目前我们人民群众最关心的 这个医闹的问题 你知道自从上次我们谈了这个节目之后 我发现有关当局反应很快 现在北京医院什么风景 你知道吗 每一个楼层必须有一名专职保安 防弹背心 防刺手套 无死角监控 就不能让一个医生护士 我们的间设头看不见 同时武警战士跟医生护士搞联谊 把医院变成了武校 现在基本上是在教这个勤拿格斗 你知道吗 我看那小护士还跟着武警练的 就是 我觉得这很无奈 这些中国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就是我们制不了根 就在本上抓 就在表面上抓 我当然觉得这很重要 你当下医院危险 环境那么危险 那你面的做事的人 人心惶惶 保证安全很重要 但我们也都谁晓 谁都晓得 这是个表面 就是通常我们现在讲的维稳呢 或什么 其实就是在这些层面下功夫 就闹事的根源 我们解决不了 我们就在闹事的现场 想办法去阻止它发生 你不阻止怎么办呢 这玩意就是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这样子我们 现在就是这样 年轻人谁敢再 谁敢再投入医护这个行业啊 是 有这个问题 是啊 现身精神 对 现在这个红包也不好拿了 不是 问题是拿了红包要有代价的 红的血就会出来啊 北京是一天两医生给刺啊 你知道一天两个了 对一天两个 其中有一个医生还挺有意思 这医生你可以看他这微博 叫赵立仲大夫 好像是哪个医院的 他那天其中他被刺伤 但是呢他还表现出了一些宽恕的精神 开了个微博 他说我一个人不要紧 对吧 但希望我的鲜血能够提醒大家 现在我们的医生是跟 警察 记者 性工作者 并列为一起的高危人群 这样吧 就是说我们也 他就说 白秋恩到了今天 也有可能被刺 但是这个医生啊 赵医生他这个微博呀 提到的有些事啊 我觉得也值得咱们琢磨 包括他的一个朋友 跟他打电话就骂 说我妈就是肩膀疼 说有点颈椎的什么问题 还要我上你们的医院给我开 做什么啊 什么逼 逼抄啊 胸透啊 又什么肚子又检查 甚至做妇科检查 说你们医院真是黑了心了 给我做这么多检查 但是后来他跟他这位这个这个朋友就讲 说你带着你妈呀 到别的医院也做一个检查 如果别的医院也是这个结论 那我劝你啊 还是要做这个检查 他因为呢 癌症也是需要做这么多个检查 你肩膀疼 很多个原因都是肩膀疼 结果到最后就是 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两点 第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为什么不相信医生的这种专业判断 是因为今天基本上大家不信任医院 觉得你做这么多东西并不是为了要真的找出我的毛病 而是要为了挖我的钱 那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信任呢 那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 你又收红包 然后我们都知道医院在以药养养医这些这些故事 而且同时还有个根源 就我们为什么这个医疗费会贵成这个样子 你比如说你刚说动那个手术10万 从香港人的角度来讲就觉得这都很贵了 因为有保险啊 不只是保险 你公立医院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先天性结肠的这样的一个手术 也用不着这么贵 就我现在我最近有一些朋友 比如说他父亲在北京心脏出社交庄支架 然后我算了一下他给的那个钱 那是香港私家医院的钱啊 在在在香港公立医院哪用得着这么贵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整个医疗费用那个水平是超出了一般 我们国民收入水平还有老百姓的负担的能力的 这个广美不担心啊 谁不担心啊 我最近我最近这两个月我是那个这个在美国在香港在台湾在内地的医院走了一轮 你身体怎么这么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 做节目的需要去访问医院吗 不是不是不是那当然就是你身体出了状况之后 那可能刚好因为我人又在那个地方 那就是必须 我现在还有面对 所以都省下了去了一个地方 是病房当酒店 好你继续你继续你看 一定要这么坏吗 没有没有 我觉得我现在面对一个更大的问题 我都还不到那个所谓的叫什么医疗纠纷啊 我连医生的面都见不着 就是说你挂号挂不上 你说在北京吗 在香港也一样啊 是吧 他就跟我讲说那你如果就是说你如果要做某种特殊的那个叫什么consultant 那个叫咨询的话 医生要一个月以后才有空 对因为公立医院太忙了 如果你有急症的话 我打的是私家医生 他说私立医院 然后他说如果你有急症的话 我们这个医生呢 这一周已经全部满了 我建议你随便到外面 公立医院 先找个医生看一下 但是公立医院 我曾经在香港也 排队排很久的 我去看急诊 也要很久 三个半小时看到我 对 我在那边已经是叫奄奄一席了 但是三个半小时你是没有办法的 对 然后最后医生 我不能说用打发两个字把我送走 但是也就跟打发相去不远了 那我以前也去过香港那个急诊室也是等了差不多两三小时 但后来我发现我跟他们聊啊 他们是这样的 你去过香港那种急诊吗 他是一进来 他先做一个分流 分类 他他比如说有的人是 我不置半小时内要死 对 有的人是一小时的 有了九十分钟的 有了怎么样 他是这么来算 没错 那你就被归类成那个一天死不了的 所以我的感觉跟你不一样 但实际上呢 就是说你等了三个半小时 我等了六个小时 你知道吗 像是心脏 心脏 我到那个威尔斯青蛙医院 但是你知道吗 六小时你应该感到开心 所以说明你没那么大事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要小心啊 急诊服务啊 现在我们大家都常常滥用 对 就比如像香港 包括大陆也是一样 很多人是小感冒什么 因为他怕排挂号排队太久了 对 所以就去急诊 但急诊课啊 其实在整个医疗体系里面的概念 相当于军队里面的特种部队 嗯 他是一个多功能的 他要会潜水 要会跳降落伞 要什么 他人数不多 但是他做的就是第一线 非常紧急 我快速投入战场 但是接下来你说要建立军营啊 占领这个地方 那就不轮到他了 那现在问题是 所有我们后面工兵要干的事 什么事都交到急诊 急诊室去做 所以现在中国的急诊室真的是战场 真的是战场 有的中国的那个送急诊的病人 那个猛啊 我觉得这大侠 他都来急诊 就是从手术台上起来 打的医生打出医院 你知道吗 身中刀伤 喝大了酒了 医生动手术揪住医生就打呀 一直打出医院 第二天醒了 道歉了 妈妈领这个 道歉 对不起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顶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出一枝水 追完酒精 年分完将也仅对久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电型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形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东风日产人车生活 光美 最近我有个女朋友 也在医院里面 就公立医院里面 插点这个全五行 打一个护士 为什么 因为她自己 她也是晚上喝酒喝大了 然后可能受伤了 就是腿 听说那个伤口 我还没见到她 她听说伤口非常非常深 然后送去医院的时候 医生跟她说 你可能得缝几针吧 然后她就 喝大了嘛 她就觉得说缝什么样 什么好缝的 你不要我换 你药什么什么就结了 后来人家真的就是 给她药布一贴 然后好你回去吧 第二天酒醒了 疼的不行 她说 昨天不是刷给我缝针吗 怎么没缝呢 因为她不是喝大了 说别缝吗 对 然后她就跑回去了 后来那个护士看到她讲说 这个没法缝了 现在你那个伤口太深了 你就慢慢等了她 痊愈就行了 她说我都流浓了 你还不理我 她说 然后后来两个人 就开始有点那个 我女朋友就说 你这是要医院吗 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 什么 她讲说你流浓 别把我们医院弄脏了 可能就是她在言语上 有一些冲突了 然后她在那边也没办法 人家就轰她出去 后来她跑到一个 那个护士告诉她说 你这个就不用 你就在那等 那个伤口干了 就行了 后来我那女朋友的 那个朋友 就送她到一个私人医院去 那私人医生 她说陈小姐 你这个伤口 你一定要天天来换药才行 你知道换一次药 收她多少钱吗 两千块 而且每天 告诉她陈小姐 你一定每天都要来换药 就比养和医院都还贵 她换了一个礼拜之后 她说她也不是在内地工作 她在香港工作 她说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我光换一个礼拜的药 我就不行了 就最后还是回香港了 所以一个是把轻说成重 一个是把重说成轻 举重热轻 那你不是还去了美国参观了吗 我不是在美国参观 我在美国自己发生了 一点点小小的医疗事故 然后后来就有 所有的紧急状况发生 我内出血 然后我就就是叫做什么 出血行休克 然后就 就是那时候看到咱们了 对 那时候你们就出现在我面前 我们的英勇相貌是吧 你要把我们拖进去 然后后来就 就也见识了一下这个美国的那个 所谓的急急救的那个 对 因为我在美国 我在香港也昏过 在机场昏过一次 然后 这是你的旅行的项目之一吗 去哪婚 配套的 对 她好像真是身体啊 其实经常会有 就这么多年就今天讲 上马都婚 哪有上马都婚啊 你要多保重 我认识你十几年也才婚两次而已 我觉得个儿长得太高的人啊 上不去 是吧 你这个水泵啊 是不是泵不够高呢 可能是 因为我一直 有一只水压都低 然后那时候我因为 你回家试试就是 猛一下站起来 弄十足 我不用回家试 我在这试我就直接就晕过去 对 然后那时候可能就是 有身体就内出血 然后我就开始透不过气来了 然后很好 那个救护车呆是七分半钟 就出现了在我们家门口 然后我都不知道原来我自己晕过去了 后来我醒来的第一个画面 我真的是站在旁边 看七八个大汉 对对对 我就看着七八个大汉 穿着蓝色制服啊 那这边一直讲 有了吗有了吗 没有没有 有了吗有了吗 没有没有 就一直在说我的 因为我的血压一直测不到嘛 然后后来就给我打了 可能强心针什么 后来就醒过来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问我 就开始我能说话 就问我 就非常专业 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 知道你生日什么时候 他说你可不可以清楚的描述 你现在的痛在哪里痛 你的疼痛感从零到九的话是几度 我就发现我都已经快死掉了 他怎么还能够要求我这么清楚的 要回答他每一个问题 因为在你回答他之前 他是连动移动都不能移动你的 不是你知道吗 他本身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这本身也是看你的清醒程度的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人神智到什么程度 我也觉得我为什么能那么清醒 有的人能说出别人的名字 你好了吗 我好了 就当时起码清醒了 是然后后来送到医院去之后呢 就一轮的各种的 我觉得最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已经真的是奄奄一袭在那里 所有他们做的每一个动作 都要你签名 我大概签了十五六个名 我都我每一签 我一开始就签了 后来我越签越害怕 我说我到底都在签些什么东西 他说因为他说你现在内出血 我们不知道你出血的部分在哪里 我们要送你去做CT 但是做这个CT之前 我们要拍要注射一个显影剂 那这个显影剂呢 又你知道这个反应是可大可小的 没错没错我也签过 他说那个 然后我说那会有什么反应呢 他说这个部分 护士小姐非常好 这个部分不关我负责 那我待会会请那个帮你注射的那位护士小姐 再跟你解释 然后我又谈了等了十分钟 我死了之后割肾了 割肾了 没有没有 第一张签的就是 你要保证 你一定会清偿所有的医药费 因为他们第一个就问你 你有没有社会保险 你没有 你没有 美国也这样算了 你没有签 美国医疗问题很严重 待会 你没有钱 你是绝对 他可能就直接把你丢出去了 后来我就逃出我的信用卡 他们就很高兴 不会吧 我觉得我们美国也 就是 当然 哎呦 这可真是出乎我意料 美国是这样 我可不信 你受重上执政 他绝对先进 先治你 但是当你清醒了之后 要再做什么东西 要就要跟你要钱 对对对 那应该是后期追溯的 我告诉他我家人就在旁边 你能让我家人来签这些字吗 不行 他说你只要是清醒的 因为这是你个人的责任 我得用我的左手扶着我的右手这么写 他都宁可 然后写出来的那个签名 都不是我写的样子 不管 你就得自己弄 然后呢 然后他问我说 我们现在讲的你有没有任何不清楚的 我说你用了太多专业的字眼 我有一半我几乎都听不懂 我就越来越害怕了 他想说没有关系 我们还可以帮你找翻译 我们一定要确认 你一定要 你是知情 你清楚 这个东西可能会有副作用 可能会有意外 这些你都得签 没错 就所有的那个都是 你会觉得你的命 已经不是操在医生的手上 你是操在你自己的手上 没错 你这样一劝你就了解到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美国人这么诟病他们的医疗体系 然后这是一个他们重要的政治争论 就是奥巴马的民主党跟共和党 吵来吵去就为了这个 就医疗改革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是这样 他现在变成一个很变态的一个恶性循环 就有很多病人啊 他在医院出了什么小事 怎么样 美国就爱告状 上法庭 就去告你 告你你医院打书官司要赔偿 然后赔偿那个钱 他们又又要拿很多嘛 那个律师跟病人分一分 那就后来医院 为了就要怕这个承担这些责任 就让你签很多法律文件 医院也要请很多的法律顾问 预备打这个官司 医院也要准备 所以万一他输了官司怎么办 所以医院也去买保险 医生也去买保险 护士也要买保险 这个保险费又回到了医疗费上 所以美国的医疗费也是天价医疗费 是 然后由于每个病人都付不起这样的医疗费 美国病人又跑去各自都要买一大堆的医疗保险 所以就变成一个保险业 律师跟医院三边这样子互相循环 所以你知道就是离美国那么近的小国家 古巴挺穷的一国家吧 好多美国人在那医院里看病 对 因为是古巴的社会主义医疗 前一阵我们张力他们去拍那个纪录片 因为古巴的医疗是一个很著名的东西 公费医疗就不花钱了 就是当然有他的问题 所有交给公家的事最后都有一些问题 他们也曾经争论过就是古巴 就是咱们要不要还这样看病不花钱 但是最后他们到至少到目前为止决议 还是要公费医疗 我觉得他接受我们凤凰采访医院院长说的挺有意思 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角度 他说当然我们这个要公费医疗看病不能花钱 我们革命就是为了这个 否则革命干什么 你觉得吧 他们当年闹革命是为了看病不花钱 是为了看病不花钱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不不不不 他们觉得人民要有拥有这种健康的权利 对 然后教育 古巴这方面倒是做的挺不错 而且他医疗一度 他的水准相当高 乃至于很多中南美洲的人都去古巴看病 那个查维斯嘛 为什么到古巴致癌症 这是古巴的医疗 至少在社会主义阵营里 这又没人呢 对 枪架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搭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灰领物 来苏宁 来苏宁省更多 科技苏宁智慧服务 全场千年量造工艺 历尽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变化 红花篮 国美还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 我第一次在美国看医生 就是说 我住院住了三天 我在那三天里面 其实我很深的感受 我知道 因为其实很多护士 他们对于自己 有这份工作 是还还着一个 非常感恩的心情 他说你知道吗 我现在的这份护士的工作 提供让我上医学 学学大学的学费 他已经结婚 已经生孩子了 他说我因为这笔收入 我可以继续深造 有一天我也会变成医生 所以他在相对 他在对我的态度的时候 他是各种的 他非常温暖 他像照顾家人一样 一直安慰你 告诉我 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医生已经说了 你真的不用 你要好好地休息 但是请你不要抗拒 输血这件事情 他们一直想说服我输血 我是非常非常地抗拒 然后就各种的安慰 甚至于他还 其中有个护士 他每天 我连撒泡尿 他都要我检查 他都要来检查颜色数量 那我很不好意思 我觉得 然后他帮你倒掉 帮你清洗 我很不好意思 虽然我都不太能动 但是我通通自己弄掉 他来就说 非常惊讶 说你怎么自己都 我还写下来 颜色清澈数量 什么800cc什么 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 你会害我丢掉我的工作 这是我分内的工作 一个黑人 大旁妞 他身性非常开朗 一来就是那种笑 你今天觉得好一点了 是 所以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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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知道 北京的这个大夫 一天看几十个 几百个吧 几百个甚至是这样的病病人 可能从凌晨到下午三点 十个小时 在手势台上 但你知道就是你那天说那问题 全国的都来 就就比如说他们这个医院 北京一个医院的病人 百分之七十是外地来的 你想全国的病人都到北京来看病 好家伙你说他这个脾气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我后来观念有改变 因为我妈妈这个住院的经历 我觉得护士真不错 5月12号是护士节啊 我至少我眼睛见到的护士 哎呀我觉得这些姑娘们 真是算很可以了 就是 就是 当然我们也听到过很多反应 说医护人员态度不好 但是我见到的护士还真的不错 医生好像有不耐烦的 就我觉得到处要了解 医生也很酷 是 做久了 做的这么累 压力这么大 你能要求他什么 你知道 这是个制度的问题 不是那些人 我的那个主治医生 隔了一周之后 他还要追踪我的状况 然后回来之后 他就说你的weekend怎么样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